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第三阶段初级实验第八课的学习 在我们的第八课中呢 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MCU的一个定时器的一个编程 并且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MCU 在死机以后如何实现它的一个自我复位 也就是我们一个看门狗的一个编程的学习 好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定时器和看门狗放在一起讲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定时器和看门狗 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硬件的模型都比较相似 都是一个定时器电路 其次呢 定时器和看门狗呢 相对而言都比较简单 因此呢 把这两个内容我们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学习 好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课时主要分成了三个小节 第一个小节呢 就是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实验的理论基础 然后呢 分别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定时器和看门狗 这个实验代码的实现以及分析 好 我们开始我们第一小节的讲解 在第一个小节中呢 想给大家讲解以下四个知识点 首先呢 就是我们这个实验的需求分析以及实验目的 然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迁入开发必知会的第六个小课 也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定时器以及看门狗 接着呢 就要学习一下我们这个STM3RF设定器里面定时器的特性 以及我们这个看门狗的一个特性 好 首先我们开始我们第一个知识点的一个讲解 然后从这节课呢 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个需求分析和实验的目的分成两个部分来进行一个讲解 为什么要分开呢 因为需求和目的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一个两个概念 首先实验的一个需求呢 就和我们以后大家如果要做项目就和我们这个项目需求 差不多就是要求我们在我们这个项目中要实现哪些功能达到哪些指标 而我们的实验目的呢 就是针对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学习来讲的 也就是我们在学习完我们这个实验以后呢 需要了解以及学会哪些知识点和了解哪些内容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需求分析 我们这个实验呢 要求大家达到两个目的 首先呢 就是要使用我们这个定时器来实现我们这个点灯的一个实验 要求呢 点LED这个灯 并且呢 要求亮一秒灭一秒 然后呢 第二个需求分析呢 就是需求呢 就是要求大家在以上的这个定时器的代码中加入我们这个看门狗 并且呢 分别观察喂狗和不喂狗时 我们这个程序的一个运行情况 然后我们这个实验目的呢 主要有以下5点 首先呢 就是要大家了解我们这个看门狗的功能以及工作原理 了解定时器的功能和功能原理 以及我们这个STM3F407里面看门狗和定时器的一个特性 并且我们的重点呢 就是要学会如何使用这个CMSS酷含数 对看门狗和定时器进行一个编程 最后呢 要在我们的开发板上把我们的代码下载到我们的开发板 并且呢 实现我们这个调试 以及最终实现我们这些以上这个需求里面要求我们实现的一些功能 好 接着呢 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嵌入式开发必知会的第六个小课 也就是了解我们这个定时器和看门狗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看门狗的一个功能以及用途 实际上通过我们这个看门狗的这个字面意思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看门狗的功能呢 就是看门 那么它是看什么门呢 以及如何来看门呢 这个我们在我们的第二部分呢 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那么这个看门狗通过看门呢 它主要是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用途呢 实际上通过这个看门狗的一个看门呢 它可以实现 防止我们这个MCU的一个死机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MCU死机以后呢 我们这个看门狗呢 就可以监测到这个死机这个 事情 然后呢 它可以去要求给MCU发一个复位信号 就要求我们这个MCU呢 进行一个复位 然后呢 就实现了我们这个MCU死机以后的一个自动的一个复位 好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看门狗的一个电路模型以及工作的一个原理啊 好 实际上我们这个看门狗电路呢 它最核心的部分呢 就是一个定时器 我们用一个框框来表示 然后写一个T 代表一个timer 然后呢 它还需要一个输入端 这个输入端呢 把它叫做一个input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输出端 好 这个输出端呢 一般连接到我们这个MCU的复位端 因此我们把它叫做RST 好 然后这三个部分呢 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看门狗电路 我们把看门狗呢 用英文来说起来表示呢 就是一个WDT 也就是watchdog timer 好 它的电路模型呢 就是这样的 那么它是如何工作的呢 首先啊 我们 假设我们这个系统呢 启用了看门狗 那么在我们系统正常运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定时的给这个输入端的一个信号 好 这个定时给它一个信号 这个动作呢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喂狗的一个信号 好 每次对它进行一个喂狗操作以后呢 那么我们这个WDT 它的一个基数值呢 就会被清零 好 它里面有个基数啊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一个counter 好 它就会清零 好 每次清零以后呢 那我们这个定时器呢 又会重新开始激数 好 假设啊 我就没有去喂狗了 有段时间 或者我人为的不去喂狗 或者呢 我们这个系统呢 它死鸡了 跑飞了 然后没有运行到我们这个喂狗的这个动作来 那么这个counter呢 它就不会被清零 它就会一直的变大 好 当这个counter呢 它达到我们设定的某一个值的时候呢 那么就会引起我们这个reset信号 对mco进行一个复位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mco呢 它就复位了 整个common狗的工作原理呢 就是这样的 然后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common狗呢 实际上也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硬件common狗 一种就是软件common狗 其实所谓的硬件common狗呢 就是我们这个common狗 它的工作的一些机制 在我们对common狗使用以后呢 都是通过硬件来自动完成的 而所谓的软件common狗呢 就是相对的我们这个整个common狗的它的一些动作 都是纯粹通过软件来实现的 而我们这个实验里面呢 使用的是硬件common狗 对于硬件common狗呢 我们在编程的时候呢 只需要完成两点 首先就是一个 我们这个common狗的一个初始化 然后呢 在初始化完成以后 对common狗使用以后呢 就是要定时的给common狗进行一个喂狗 在编程的时候呢 注意到这两点 好就可以了 好 然后下面呢 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定时器的一个 功能以及用途 在我们这个mcu的应用中呢 这个定时器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这个定时器呢 实际上主要实现了如下两个功能 首先呢 就是定时 其次呢 就是 计数 好 通过这两个功能呢 我们这个定时器呢 它的主要用途呢 有如下几个用途啊 第一个呢 它可以实现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延时 第二个呢 通过这个定时器 我们可以去产生一些周期性的一些动作 比如我们周期性的去点一个灯啊 或者是周期性的去检测一个信号 然后呢 第三个功能呢 我们通过这个定时器呢 我们可以测量进行对一些输入信号进行测量 我们可以测量输入信号的一些宽度 或者呢 我们甚至可以生成一些输出的波形 好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定时器的工作原理 我们这个定时器呢 要实现定时或者激素呢 就必须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脉冲 来实现我们这个定时和激素的 那么那个脉冲的来源来自于哪呢 实际上呢 这个脉冲呢 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的把它叫做一个整档源 好 这个整档源呢 它可以来自于我们这个MCU的内部时钟 也可以来自于我们的一些外部的一些输入的一些时钟 比如说外部晶震啊 或者是晶体的一些输入 好 首先呢 就通过这个整档源 然后对这个整档源进行输入的一些脉冲呢 进行一个分屏 我们一般可以分做12分屏 或者做24分屏 6分屏都可以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分屏 分屏以后呢 然后通过一个选择的一个开关 选择是激素模式还是定时模式 好 我们把这个开关称作S 然后通过这个开关呢 我们再通过一个控制信号 通过一个控制信号 好 如果这个控制信号呢 检测到我们这个定时的这个时间 或者是那个技术 技术的上亿条件产生以后呢 就会去产生一个中断 因此呢 我们整个技术器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原理呢 就是这样的 实际上呢 对我们这个定时器的一个编程呢 主要还是两点 一点呢 就是一个定时器的一个初始化 第二点呢 就是对这个定时器的这个中断 对一个使能 以及呢 我们要实现我们这个定时器的一个中断服务程序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定时或者是技术的时间到了以后 那么我们要去这个中断服务程序呢 要去做些什么事情 下面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我们这个STM32F407里面的定时器的一些特性 好 我们首先呢 还是打开我们这个STM32F407的数据手册 好 我们看一下左边的目录栏 好 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的第十器上呢 就开始对我们这个定时器进行一个介绍 大家注意看 我们这个定时器呢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STM32F407里面非常的多 它总共呢 有14个定时器 然后第17章呢 是讲的一个高级控制定时器 也就是我们的TIME和以及TIME8 TIME1和TIME8呢 是一个高级控制计算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18章 第18章呢 讲TIME2到TIME5 好 这个TIME2到TIME5的2345呢 这四个定时器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定时器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从TIME9到TIME14也是一个通用计算器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四章 再从TIME6和TIME7呢 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定时器 好 这个内容呢 其实定时器的这个内容呢 其实非常的多 然后呢 这里面呢 主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TIME2到TIME5 我们这个通用的一个定时器 然后其他的这几个定时器呢 希望大家下来呢 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实际上呢 大同小异 差别呢 不是非常的大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通用定时器 TIME2到TIME5 好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18.1呢 就是对这个TIME2到TIME5进行了一个介绍 大家看啊 它实际上呢 刚刚一开始呢 就讲了 这个通用定时器呢 包含了一个16位 或者是32位的一个重载的一个计算器 然后呢 大概讲了一下他们的一个用途 比如说可以用来进行一个信号的测量啊 或者生成一些输出的一些波形 好 然后呢 就讲了我们这个使用定时器的预分频器 以及我们这个RCC的我们这个 时钟控制预分频器呢 可以把一些脉冲和宽度和波形周期呢 从微秒调节到一个毫秒级 好 这些内容呢 大家下来自己看一下 然后呢 就讲了我们这个TIME2到TIME5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特性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TIME2到TIME5中的TIME3和TIME4呢 是一个16位的 是一个16位的一个地震 而TIME2和TIME5呢 它是一个32位的 它的整个计时的一个周期呢 可以更长 好 并且呢 它的模式可以递增 递减 或者是呢 增减都可以 是一个自动重载的一个计数器 好 然后又讲了呢 它是一个16位的可编程的一个预分频器 并且呢 有多达四个通道 并且它的一些应用呢 可以应用于如下几个部分啊 一个是输入的一个普货 输出的一个比较 并且呢 可以生成一些PWM的信号 其实这个PWM呢 在我们的这个MCU的应用中呢 也是非常的广泛 它主要可以用来生成一些周期性的一些波形 并且呢 通过这个PWM信号呢 我们可以 主要的用途呢 就是可以进行一些 LED灯 它的一些背光的一些控制 可以调节 通过这个PWM呢 可以对它的一些电流 大小的进行一些控制 并且呢 可以对电机的转速进行一个控制 因此呢 这个PWM呢 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单周 单脉冲的一个输出模式 好 然后又讲了 发生如下事件时呢 会生成中断 或者是 DWM的一些请求 比如说一些更新啊 触发事件呢 输入捕和输出比较 好 这些内容呢 大家下来自己看一下 然后呢 这个表呢 表134呢 实际上是我们这个通用定试器的一个框图 好 有兴趣的同学呢 下来可以来研究一下 它的整个通用地存器呢 在这个MCU内部它的整个的一个工作原理 和它的一个内部框图是什么样子的 好 然后我们这个18.3呢 就讲了我们这个Timer2到Timer5 它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描述 由于这个功能描述内容呢 非常的多 因此呢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左边的18章的目录栏 我们看一下功能描述这一块 好 我们在我们这个功能描述里面呢 大家看一下 好 有这么多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我们这个技术模式啊 始终的选择啊 并且这个普货或者是比较通道啊 以及输入的 输入普货的一些模式啊 好 这些功能非常的多 大家呢 下来呢 可以先把这个功能描述呢 大概的浏览一下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呢 只是使用了我们这个定试器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定时的一个功能 这里面描述的很多功能呢 就没有用到 但是呢 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实验 或者是实际的项目中呢 如果要用到我们这个定试器的某一个功能 大家还是要好好把这个 它的一些功能的一些 操作的一些原理和它的一些操作步骤呢 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比如说啊我们这个 18.3.9讲的这个PWM模式 好 在我们这个PWM模式呢 就给大家讲了我们如何通过我们这个定试器呢 产生一个这种周期性的PWM信号 并且呢这个信号呢 就讲了我们这个信号呢 它是通过哪些哪些寄存器 寄存器的具体哪一位 然后写哪些值呢 都给大家讲到了 因此呢大家以后再遇到这个实际的一些应用中呢 就要好好的把这个功能这一部分呢 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好 然后呢 就是我们它的一个 time2到time5的一个寄存器 好 这个寄存器呢 这个内容呢也比较多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18.4它的一个目录 好 大家看一下它的寄存器呢非常的多 总共呢有21个寄存器 然后呢这些寄存器呢 我们就需要在我们这个 后面看我们这个CMSS的代码的时候 如果具体到我们这个CMSS这个代码内部的时候 对某一个寄存器进行的操作呢 那么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呢 就来查阅这些寄存器 它的操作的某一位代表了一个什么意思 好 这个呢就希望大家下来呢 首先去了解一下 然后在我们后面具体的编程中呢 我们可以再来一一的对照和参考 好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stm320f407里面的CAMIGO的一些特性 好 我们还是直接打开我们的这个参考手册 好 在我们参考手册呢 好 我们看一下 在我们的21章和22章呢 就分别讲了两种看门狗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的21章介绍的是我们的独立看门狗 这个独立看门狗呢 也是我们这个实验课程里面的要使用的看门狗 而我们22章呢讲了我们的一个窗口看门狗 好 这两个看门狗呢 实际上它们最重要的功能呢 都是实现我们这个MCU在遇到死机 或者是遇到故障以后呢 进行一个自动的复卫 但是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独立看门狗呢 它是没有中断的 它是无中断 没有中断 在我们这个技术呢 减到零之前呢 只要我们 我们这个技术器啊 看门狗就是减到零之前呢 只要我们重新装扎我们的技术值 就不会产生复卫 并且呢我们这个独立看门狗呢 之前给大家讲了我们有 软件看门狗和硬件看门狗的一个分别 好 然后我们这个窗口看门狗呢 它其实跟独立看门狗最大的区别是 它是有中断的 并且呢 这个中断呢 是在我们 它的这个功能呢 是在我们这个技术器达到下限 0x40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 就会让你去喂狗 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喂狗呢 我们当这个技术器的值变为 0x3f的时候 0x3f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就会产生系统复卫 就算 这个时候喂狗呢 我们喂狗呢 也应该在我们这个中断里面 快速的喂狗 要不然呢 时间长 技术时间变长以后呢 这个技术器的值 一旦变成0x3f以后呢 就会产生中断 并且呢 我们这个看门狗呢 窗口看门狗呢 只能通过软件的方式开启 它还有一个区别 只能通过软件的方式开启 因此呢 我们这个窗口看门狗啊 它的 这个 对这个要求呢 我们的喂狗的这个条件的要求 就更加的苛刻 更加的严格 好 我们这个实验呢 主要讲解的是我们的独立看门狗 大家后面再用到 需要用到窗口看门狗的时候呢 可以再好好的把这个窗 窗口看门狗的内容呢 好好的来看一下 好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这21章 我们独立看门狗的这个内容 首先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 独立看门狗的一个介绍 好 这个大家下来呢 自己看一下 我就给大家意念了 然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独立看门狗 狗的一些特性 好 它就主要就讲了我们这个 看门狗啊 它也是一个 低减的一个计数器 并且呢 它的时钟呢 是来自于独立的 我们这个RC的内部的一个整当器 并且它的一个 复位条件呢 是当我们这个 这个技术器呢 它的值减到0 它就会进行一个复位 好 然后是21.3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 独立看门狗功能的一些描述 比如说 讲了一下我们这个硬件看门狗 好 我们讲了如果我们 讲了我们这个 硬件看门狗呢 如果我们 使能它的话呢 我们会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设备的一些选项 选项位 来进行一个使能 好 然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寄存器的访问保护 讲了一下 好 这些呢 这些内容呢 下来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看门狗的 它的一些寄存器 好 这些寄存器呢 也是跟我们这个 技术器的寄存器的这个 看的方法是一样的啊 我们下来在具体编程的时候呢 我们在看那个CMSS代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 它具体 它的某一个功能 比如说我们这个喂狗这个动作 它用到哪些寄存器 是如何对这些寄存器进行操作的 然后我们对应到我们这个 寄存器的这个内容呢 我们要对应着来看 这样子呢 对我们这个寄存器的一个功能呢 就可以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理解 如果就是我们以后要进行调试啊 或者我们要自己写些底层代码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仿造我们这个CMSS这个代码 来对这个寄存器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编程 好 这个寄存器呢很简单 就一个 一个叫一个key register 这个大家下来呢 自己来看一下 好 我们 今天这个小节的内容呢 就到这儿 希望呢 大家下来呢 把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数据手册啊 我们再好好的来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在我们的下一个小节呢 将会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定时器实验代码的一个实现 以及分析 好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